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 在一般人眼中 从事音乐和演艺事业的人 往往是光鲜亮丽令人羡慕的 不过演艺事业要经营的成功 往往需要付出许多代价 今天我们要到中立拜访的东道主 先生是音乐人 而太太就是他的经纪人 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刘正义 37岁 外号猫哥 是阿美族音乐人 个性木讷寡言 搞艺术人就是比较自我 当他灵感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说过的白天黑夜 猫哥想邀请的来宾 都是有才华的音乐人 我想要邀请的就是 乱汉的阿祥 久久不见的 我的师父 动力火车的游球性 太太王秀娟 44岁 泰雅族族名是阿兰 其实做音乐说有钱是真的没有 你随时都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 但是当音乐做完之后 就是感觉到就是有那个成就感 阿兰想邀请的来宾 都是演艺界的资深前辈 我想要找那个小燕姐 陈布宇 以前在幻影合唱团的时候 她是吉他手 大儿子林全盈 22岁 今年刚从台大人类学系毕业 全盈想邀请的来宾是 我想要找 简珍 对 一个作家 许佳瑞老师 许老师 大女儿林姿秀 21岁 目前是戏剧节目执行助理 因为姿秀平常工作相当忙碌 所以这次没有办法参加节目拍摄 妈妈 妹妹大变了 猫哥和阿兰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五岁的玄玄和两岁半的亚亚 他们俩平常相亲相爱 但吵起架来可是谁也不让谁 婆婆周春妹 73岁 和阿兰就像姐妹涛一样亲 讲啊 为什么你会帮我买那一内裤 看到你的内裤就破洞啊 阿兰的妈妈王毅妹 77岁 每天打扮得比阿兰还漂亮 妈妈常常会嫌阿兰的话太多 太快啊 讲话用快 给他外号就是上校院 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呢 在他上门前 我们先来听听猫哥与阿兰的故事吧 37岁的猫哥是个为音乐而狂热的人 他可以不吃饭 不睡觉 但却不能没有音乐 没有乐团 猫哥目前是独立乐团的团长 平时也创作流行音乐 而太太阿兰就是她的经纪人 那个什么 就是像那个21号有两场嘛 对不对 那21号的话早上 应该要带又麦跟风酒 我们21号有两场 我们早上八点半就要到 然后因为他要彩排 学校要彩排 所以你们正式的演出是只有20分钟左右 大概是抓到四首歌 其实阿兰原本是个收入稳定 生活规律的护士 他是为了陪猫哥原因月梦 才改行当经纪人 阿兰活泼外相 猫哥木讷腼腆 这对个性反差极大的欢喜渊家 究竟是如何相识结缘的呢 在花莲长大的猫哥 原本学的是机械 他从小就喜欢拿着瓶罐敲敲打打 因为家中的兄长都热爱音乐 于是他也不知不觉地 跟随着兄长们的脚步弹吉他 创作音乐 我哥哥 他买了一把电吉他 然后他在念高中的时候 因为他要念书 所以那一把电吉他就放在家 所以变成那把电吉他 那是变成继承他 然后开始就是认真的在做 做这一类 多年前他为了陪伴前女友 追爱追到台北 在亲戚的介绍下 找到一份与原先所学相关的 机械组装工作 待遇也不错 我是几乎是在一年半内的时间 就担任工程师 就薪水蛮高的 如果有长期一直在出国出差的话 就有可能会到七到八 工作生活都得意 只是他没把前女友顾好 因为有的时候要长期加班 然后我有放假的时段 都会放在音乐上面 所以久而久之就 前任女朋友就跟人家跑 失去爱情让猫哥一蹶不振 足足一年没办法正常工作 那段期间他随性创作了一些音乐 却得到网友的赏试 后来就被其中一位网友 阿兰的三哥 拉去家里共组音乐工作室 因为资金不足 当时在当护士的阿兰 也被三哥拉去当合伙人 刚从院下班 我还穿着护士服 我一到现场 我就看到 就几个大男人在那边喝酒 然后那时候他还是一头长发 就很像迪克牛仔老爹的那种感觉 就大概六七分岁 七八分岁的时候 就开始一把吉他在那边唱 然后在那边吼那边叫 然后边唱边哭 出于好奇心 阿兰常常会跑到三哥家 观看猫哥的动静 却不知不觉 被猫哥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他好帅 虽然怪 就是被他一头长发 像迪克牛仔薛悦的那种感觉 所吸引 那时候他就是很勤快地都 有时候只要有时间 下班了他就会来我们那边 或买吃的给我 因为我会觉得说 就有那种 人都有测饮之心 然后就是 就想说要给他吃 他是好像有 有目的的那种一步一步的 对 一直一直踏入我的 踏入我的那个心理世界 久而久之 慢慢发现到 觉得说 他其实是蛮有才华的 其实坦白讲 是我追他 不是他追我 其实 早在阿兰十多岁时 就曾有过一段婚姻 生了全银和刺绣后不久 阿兰就跟前夫离了婚 跟猫哥交往的初期 儿女都无法接受猫哥 就是我们见过几次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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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搬进来了嘛 就搬进跟我们一起生活 对 然后 那个时候 冲突就越来越大了 对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不晓得 其实细节已经忘记了 但是 就是我有一次就冲进他们的房间 然后把他们衣柜啊什么的 衣服都摔出来什么的 对 我觉得我跟我妹都是站在那一个 那个 想要保护我妈的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 他 兄妹俩对于妈妈交男朋友 也很不量解 就是已经有我们两个啦 就是有我跟我大妹啦 怎么 你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什么的 虽然像想想很幼稚啦 可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是最直接的想法 嗯 对 我觉得那份不量解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连带的对猫哥就 那段期间猫哥的音乐创作 几乎没什么收入 家里经济全是由阿兰一人承担 两人为了钱冲突不断 也都染上了酒瘾 他只要一喝酒我也跟着哥 对 那只要我酒醉的时候 我就会找他妈 然后我会闹着整个家里的鸡血 吵吵闹闹啊 然后那个摔玻璃的那个 就是酒瓶子啊 对 我常常都是这样 对 然后所以我儿子女儿看到 都会觉得 这个还是个家吗 这样 当时他们三餐不济 常常断水断电 也成天闹分手 不过后来怀了女儿选玄 再加上基督教 传道夫妇的好言相劝 他们尽其祭司的和好 并决定结婚 坦白说真的 他其实刚开始 一点都不爱我 其实那时候他可能是要 跟我再一块是一种 就是要找一个避风港 是真的 有没有 真的吗 基本上是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跟他 是指的 那个人还是有那个 感情 你感情刚开始 哪有感情 就比他不会表达 他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很确定说 他要不要接受我 只是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的婆婆非常喜欢我 然后非常就是 他舍不得我离开 对我那个时候就跟妈妈说 如果真的决定要结婚 就不要离婚 就很不希望小妹们 未来必须去承受这些 可以避免的经验吧 虽然常被阿兰刀念 不过猫哥却也发现 自己老婆的口条超级好 人际互动能力也强 会做音乐却不会行销的他 便游说阿兰下海来当自己的经纪人 阿兰会如何协助猫哥打拼 他们和家人间的关系 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奉劝很多年轻女孩子 没有 可以喜欢音乐 但是真的不要嫁给 玩音乐的那不是每一个人 真的很痛苦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没有日子 他们不是在过日子 为什么阿兰会再三告诫 不要嫁给音乐人 别走开 下段更精彩 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 新营音乐及演艺事业的 猫哥和阿兰 四年前 阿兰辞去护士工作 成为专职经纪人 全力为猫哥的音乐事业打拼 他们在中立租了一层公寓 作为工作室兼住家 因为经济上比较拮聚 所以就是把这个工作室 跟这个住家结合在一块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室 然后就是猫哥常常 有时候练团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要录音的地方 这里呢 就是猫哥工作的地方 对 这些都是我们赚了钱买的器材 所有的钱都在器材上面 我觉得我越来越爱我仙的原因 是因为他把孩子 那一双鞋 那一双鞋是刘璇的鞋子 对 他把它保存到现在 然后另外那一双是芽芽的鞋子 然后他把他两个女儿的鞋子 就放在那上面 不管是在工作创作 看到两个小孩子的鞋 就是让他继续再撑下去的动力 除了练团演出之外 平常猫哥就窝在这个小空间工作 像这首为亲子节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就是猫哥作曲编曲 并且和女儿选选一起演唱的 虽然工作时灵感源源不断 不过因为客厅和卧室就在旁边 每当猫哥专注工作时 两个女儿总会悄悄从门外溜进来 非常打扰 现在是在叫正音一个轨道的话 就是可能在用到一半 可能突然小孩子就跑进来 可是声音又不一样 因为小孩子会讲话会叫 所以我刚才的印象的 轨道的那个频率已经忘记了 萱萱 嗯 快点 爸爸要工作 你一直看卡通 那个声音会打扰我 你听不懂吗 去外面 去 平日猫哥多半宅在家里创作音乐 不过最近在阿兰的积极争取下 他竟然成为亲子节目的素人班底 带着选玄到处出外景赚外快 其实猫嫂一直还蛮极力推荐 用力推荐 非常推荐 他首先是推荐小朋友的部分 我就说我要爸爸跟小孩 他就想说 他其实想了一下子 他就跟我说 我们家猫哥应该可以啦 这一天父女俩来到南澳 参加实境秀录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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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哥习惯一个人工作 参与大阵杖的外景拍摄 其实是个大挑战 节目上另外两位爸爸很箭谈 他常常陷入插不上画的窘境 我只知道我妈妈就是那个调味好 直接倒进去 对 就直接倒进去 因为他需要蒸汽比较可以放流串的吗 没有 因为我们里面有加速豆 然后跟那个萝卜 所以还有空隙 对 但节目制作人就是爱他这一位 他反而会着急自己 我太没有节目效果 我太没有个性或是太不会发言 我反而我不担心这个东西 我就是要他这样子做他自己 猫哥与选玄常常一起上通告 接外景 朝夕相处之下 父女感情升温 我们回家之后 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样 我会多一点时间跟他对话 合作约的被忘录 好 好 来 沈学上来 猫哥忙着做音乐 跑通告的同时 阿兰也没闲着 他不断打电话 四处拜访 努力推销猫哥的音乐创作 一边紧盯各项专案的进度 一边还得随时留意两个小孩的动静 今天演出还好吗 有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我有录影啊 她有弄那个虾杠吗 来快点 身兼经纪人和妈妈的双重角色 阿兰觉得自己有如蜡烛两头烧 其实因为我出去跑通告或者是谈业务的部分的话 那其实都不能带孩子 不能带孩子 所以 所以就会很辛苦 那就是猫哥他必须有 猫哥一定要待在家里帮我顾孩子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做配合 对 那如果遇到猫哥要 他要赶案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就会为了看孩子这个部分争吵 我常常就是隔天有工作 整天要早一点睡 因为你要过孩子 然后他常常跟我讲说我知道 要不然就说你够了没有 讲一遍就好我知道 结果我隔天起来的时候他还没睡觉 那我怎么出去外面工作 其实他应该比较不了解我们这种 不是搞艺术人 搞艺术人就是比较自由 当他灵感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所谓的白天黑夜 不是你的自由 你要知道你自有家庭是爸爸 太太变成自己的经纪人 其实让猫哥感到压力很大 他常觉得老婆已经不再是老婆了 以前可能是 可能做一个案子 可能就可以拖了一点时间 现在不行 就是他案子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我已经要休息了 甚至我已经在休息当中 就可以把我挖起来 他永远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几号 可能我前天才跟他讲 或是昨天跟他讲 到今天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个东西不赶快跟我讲 不赶快给我或是干嘛 我说我已经给你了 哪里有 我奉勸很多年轻女孩子 可以喜欢音乐 但是真的不要嫁给玩音乐的人 那不是每一个人 真的很痛苦 因为他们没有日子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他们不是在过日子 真的 他们永远不知道 虽然天天吵吵闹闹 两夫妻却离不开彼此 从结婚到现在七年多 其实猫哥不管做任何事情 一直到现在 他绝对不能没有我 因为他自己还是个孩子 他有时候真的像小孩子一样 我看过很多就是大男人那种行为 然后后来才发现大男人 其实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 有时候把自己把它当做 就是把它做成 就当做就是说 自己做小孩子 的那种状态 生活 那其实我们两个很快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会很讨厌 我觉得很烦 可是像他去录别的节目 或者是我要 我出国带我的艺人 我们两个会很想念 猫哥和阿兰交往初期 阿兰的儿子女儿 全盈和姿秀曾经很反对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磨合 他们也终于放心 把妈妈交给猫哥了 我当初只是觉得 他就是想要赖着我妈 这种感觉 我后来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子 甚至是我妈 也很依赖猫哥 就是两个人 真的有那种 夫妻扶持的那种感觉 对 他有时候简讯来的时候 他说 你不要一直在念猫哥 你很褐嗦 你可以把嘴巴稍微 稍微休息一下 这几年全盈半工半读 住在台大宿舍 这一天 他考完营秀所口试后 回到中立家中 阿兰也准备 喝了一些家常菜 来慰绕他 尽管工作非常忙碌 阿兰仍然坚持 天天亲自下厨 因为猫哥 不喜欢吃外食 所以 就勉强了 做了这一个 比较简易的厨房 这样 好让我们就是 三餐不用吃外面 不管再怎么样 他都是希望我 一定要有青菜 然后就给他们扔一下 你还要吃吗 哇 你吃那么多 阿兰仪 那你现在毕业 可能后面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 就是继续生鲜 对啊 研究所上的话就继续练 但如果没有上的话 应该会找工作 我会想要在台北工作 还是在这里 比较想要在台北 最实际的就是 比较自于我 最实际的是学费 我也当过年轻人 绝对啊 全营从国中开始 都是靠自己的奖助学金 来付学费 大学期间的学杂费 和生活费 也全都是靠自己赚来的 阿兰对她 一直感到相当亏欠 我跟猫哥常常跟你讲的 给我们时间 我们会弥补之前 你一个人自己 不学费的那个窘境 有没有 再称一下 要快点而已 就是等你了 那么这个热爱音乐 又很拼命的家庭 会想邀请哪位来宾 共进晚餐呢 乱行的阿翔 因为我自己也在晚音乐 所以我满喜欢她的那种 很浪子那种样子 我想要找那个小燕姐 是因为我从小就有参加她的TV争霸秀 我想要找曲佳瑞老师 曲老师在她的一些 比如说分 就是生命故事的分享等等的 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动力 我就从高中阶段就把它 奉为我的女神一直到现在 久久不见的 我的师傅 就是动力火车的有求心 还期待就是 像朋友那种 下次可以再见面喝咖啡 我想要找那个陈步云 他以前在幻影合唱团的时候 他是吉他手 其实我对吉他有一种莫名的那种崇拜 简真 对 那个作家 从他的散文作品里面 其实得到了很多 很多对于感情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有责怪猫哥 我有恨过猫哥 我恨他其实会觉得说 我如果当初说 我们结婚的话 我要嫁给你你可以拒绝我 很爱猫哥的阿兰 为什么又恨猫哥娶了她 而猫哥究竟爱不爱她呢 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 是经营音乐及演艺事业的猫哥和阿兰 这几年在阿兰的强力打点下 猫哥的事业渐渐有了起色 除了老公女儿 可以合作三四年的阿萨双人组外 去年阿兰又签下歌手Sasa 他竭力为Sasa争取曝光机会 我希望就是他能够赶快起来 然后让他的能见度也慢慢的起来 所以我才答应了 这个是谁来晚餐的节目 阿兰处处展现经纪人的焦虑 软硬兼施 也不厌其烦地拜托导演 多拍一点Sasa 为Sasa介绍录出机会 这个常做哪些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有讲过 下个月的那个活动 好不好 好晚一点我再打给你 对对对对 然后转身就下一个 我们上次有讲那个活动 就是讲好下个礼拜 对对对对 几点几点 OK 拜托拜托 还有一个你忘记了 记得Sasa好 Sasa好 这样 对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哪边有动我们就往哪边钻 所以一月万万岁 王哥交给你了 制作人是谁 你自己想办法 反正我已经今天讲了恩便 你一定要帮我做到 好不好 一月万岁 所以Sasa Sasa Sasa现场唱得好听 对不对 Sasa 维持艺人经纪公司 阿兰除了得行销艺人 开发新客户 还身兼助理 陪艺人跑通告 什么事都得阿兰 轻力轻微 一手包办 这一天 阿兰安排Sasa到知名美法集团的 大型餐会中演唱 现场就出了状况 这一天 是很爱的 不是我 不想留在你身旁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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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怎么 重来一次 来再播放这首歌曲 我都已经投入感情了 怎么这样 Sasa 临维不乱的在舞台上即兴hold场 阿兰则在后台焦急的想办法 再给我一点时间哦 不好意思 大家今天 都还没上菜吗 是 你们有看到我的微电影吗 有参与的 有在现场吗 有可以举手吗 有去演这部电影 有人吗 有人吗 有我看到了 对现在就用那个笔电去弄 所以他已读得到吗 税费已经闯关 可以对对对 对 OK 那下来是第二关 做我们这一行的 不管是艺人还是经纪人 一个要有拼命三浪的心态 要有一个就是 随时都会有状况 然后就是要饿肚子 然后也要被骂的 就是随时都要被骂的一种状态 我一到现场 我先去抱老板 没办法 一定要怕被老板骂啊 所以一定要先去抱他一下 就是要告诉他说不好意思 对 那今天要谢谢你 我要跟你说抱歉 阿兰处心积虑 想把猫哥的音乐事业做起来 其实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 阿兰是兄弟姐妹中最小 也最受父母宠爱的 当初要再婚时 父母亲怕他吃苦 相当舍不得 但阿兰爱得太深 还是执意嫁给猫哥 后来父亲自杀身亡 母亲离癌 让他很有罪恶感 这个甲床线 这个甲床线 上肢比较大 那医院的时候 我去那个804也是讲的一样 但是要开刀 我妈妈的生病其实是 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爸爸的走其实是我最痛 其实我妈妈她很勇敢 一个人撑过来 阿兰觉得如果自己一直陪在父母身旁 患事就不会发生 所以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现在 他只有把悲伤化为力量 鼓励自己一定把音乐的路走好 当初我要坚持嫁给猫哥的时候 他反对 我现在要做给他看是 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然后 我当初的选择坚持要做音乐也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 我会当我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会哭 我会叫我爸爸 说爸爸给我力量 因为只有你 我是为了你而继续撑下去 不管是再苦再累 我都咬着牙 阿兰曾经因为过度劳累 而在赶通告的时候昏倒 猫哥为了赶案子 也长起日夜颠倒 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时 猫哥就会带着老婆孩子 回到花莲老家透透气 其实我回来 回来花莲就是很舒服 就是即使回来 然后很无聊 坐在外面烤个火 就很舒服 这水果是我大哥 他们自己在种的 这个算高海拔的橘子 这个吃起来就是 葡萄味 没有荣耀一滴荣耀都没有 回到老家不仅让身心充电 家人的支持也给他们很大的力量 我也替他高兴 有时候在网路上面 看到他扣上 他会一起跟他喊赞 你没有跟他讲说 你有一次这一开车的时候 你在车上听到 你这里的音乐 坐的音乐也不怎么样 他感动掉了 有没有 你讲啊 有 我自己心里 真的很难过 如果爸爸在家的时候 不一定爸爸在家的时候 不一定会很高兴 阿兰 正义 看他们爱吃什么 开菜单回来我就煮 这个是全酒下去煮 不要加水 加水会痛 我是会给你们煮到 没有味道 只有甜味 对于刘家人来说 只要和家人一起喝茶 烤火 吃吃在地小菜 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个笋子 好吃 跟香菇 那山上的那个断木菇 也拌野生了 现在要放生姜 要甜蜜啦 蘸酱就可以了 深得婆婆喜爱的阿兰 还会跑到婆婆房中 和婆婆撒撒娇 说说贴心话 上个礼拜你不是跑出去玩 对啊 那你有没有帮我买衣服 没有 没有钱啊 你哪里没有钱 这边很多钱 这里 你的钱 你的钱有没有放在哪里 婆媳俩就像姐妹涛一样亲 有啦 你要找我的内裤 我怕你的内裤有没有 我没有内裤 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 阿兰早早就开始备菜 她想请来宾吃一些健康平时的家常菜 我想说准备一个就是 比较简单的家常便饭 重点是不要太多的油 我都是少盐少油 这样 因为担心自己手艺不够好 阿兰还请来两位平常对她相当照顾的国中同学 一起来帮忙 我来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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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有什么需要的 因为朋友之间就是互相帮忙 三个女人一起进厨房后 厨房瞬间变小 她们对于菜该怎么煮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虾子 我想说用汆烫的就好了 因为它要炒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先汆烫 然后给它放凉 然后到时候来宾来的时候就赶快炒才是热的 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不一样 我只是要汆烫 然后就是去将西味去掉而已 可是问题是你要用番茄酱去再炒它 不一样 虽然气氛紧张 姐妹涛还是不忘自拍 看我了 环琳 有吗 我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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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佳人期待的嘉宾 会是哪一位呢 最期待的是那个小胤姐 然后再来是成功女 如果她们来的话 我一定会很激动 猜的应该是 最期待 徐家瑞老师来 从她在脸书上面分享的一些 一些讯息啊 或者是一些故事 其实蛮鼓励当时候 就是在高中的阶段 如果是检测老师来的话 我大概 整场就是这样站着 然后不敢吃饭 然后就是这样 待在看着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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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又六点了 开始计时 准备 放心 离来宾上门的时间 越来越近 和猫哥一起搬完桌子后 全盈竟然悠悠哉哉哉的弹起吉他来了 如果是她心中的来宾利林 她准备好好献唱一曲 歌手 歌手Sasa也悄悄到达 一起等待来宾 转眼间 餐桌上已经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 那么究竟谁会是今天的嘉宾 是主持人张晓燕 乱坛阿翔 艺人曲家瑞 音乐人陈富明 还是作家简真呢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躲在工作室 对 所以她躲在工作室 那个地方才可以让我可以串心 才有办法呼吸 为什么猫哥只有躲在工作室时 才有办法呼吸 对于两夫妻生活工作 几乎完全重叠的困扰 神秘嘉宾会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呢 别走开 下段更精彩 今天谁来晚餐的东道主 是努力追求音乐梦想的猫哥 阿兰和他们的家人 平日见过许多大场面的阿兰 竟然有点手足无措 我其实是真的要喝水 结果我一直在厨房走来走去 我不知道杯子在哪里 对我有点紧张 我觉得我会一直被她干扰 因为本来不紧张的 便被她跟着一起紧张 全盈也焦虑的在门口走来走去 谁要说话 那就不是你 我不要第一个啦 这个比我生孩子还要来得紧张 我已经腿软了 你真的要祷告你 你真的要祷告你 今天的嘉宾到底是哪一位呢 谁 谁 谁 快接 不要叫我 我都全已经来 答案揭晓 今天的来宾是艺人曲嘉瑞女士 她也是大学教授 媒体人 艺术家 作家和策展员 代表出作为 谁说我没有影响力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甚至于三十岁 我都可以说为了一个男生 我要百分之百 为了爱情我可以全部的付出 我什么都不要 过了四十岁 尤其到现在 我觉得说不行不行 女生一定要拥有自己的 一个专场一个事业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要看一下 阿兰怎么这么厉害 还辞掉了自己的 她的医院的护士的工作 我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 可以让她这样子 对 一上餐桌 曲嘉瑞就亲切地跟阿嬷攀谈 阿嬷最可爱 要叫阿嬷还是叫姐姐 要叫姐姐 要叫姐姐 姐姐最可爱了 对 你看不用看我看她 对 她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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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那么漂亮的小姐 我讲话很快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会有那个紧张或压力 其实我是很赞 我只是声音大而已 在来晚餐之前 曲嘉瑞就已经耳闻全音 是个斯文有礼的年轻人 她很好奇全音 为什么想邀她共进晚餐 你离开的名单啊 嗯 为什么 你爱念我的 嗯 你几岁啊 二十二 二十二 那我都大 你快要三十岁可以吗 他要吐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为什么 因为就是 我在高中的时候看到老师 你有分享那个 你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对 我的工作室 有很多娃娃 娃娃在那边 然后你对每一个娃娃都有 就是都很珍惜他们 然后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就可能每个新少年都会有那种阶段 就是自我价值 混淆啊 否定的那种感觉 阶段 然后那时候看到老师的分享就 你就觉得说 你是其中一个娃娃是不是 类似 是不是 就很希望我可以带你带回家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 有被触动 触动到一些 有被鼓励到 阿兰告诉曲家瑞 全音是最让她感到亏欠的孩子 因为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靠自己想办法的 那就是等于是学费 她都是全面吧 对 自己工作 自己工作 那还要赚取生活费 对 还要赚取生活费 然后重点是她很贴心 就是已经连续两年的过年 她都有包给我 我不相信 你不是说你22岁吗 她打工的钱 你就已经会包红包啊 对啊 我到42岁 我还在领 真的假的 那你怎么存钱 你很省 我不相信 那你的头谁帮你剪 剪那么帅的头发 100块块钱 那你很有品味 你是跟她讲要 帮你怎么修对不对 就希望她可以这样造的 对 很酷耶 那你还会配这个颜色的衣服 没有 这个很特别 我跟你讲 我在学校教设计 这个颜色是很小的人 会穿出来的颜色 我的学生里面最优秀的 色彩品位最高的 才会选这个颜色 对于习惯独立自主的曲家瑞来说 女人拥有自己的事业是很重要的 阿兰辞掉护士工作 全力为先生的事业打拼 让她很讶异 我想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争吵 结果就 我那个孩子就丢给她 结果就是她 直接从正面掉下来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整个吓傻了 她没接到对不对 对她没接到 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就醒了 对就醒了 我到底要什么 然后我有时候会偷偷摸摸的 就是去看着她 看她在工作室的那个背影 这样 然后我每次看她的背影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欺负她已经欺负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为她做醒了 那我听你这样讲 我想问猫哥 她会不会给你很多压力啊 背影是我们形容一个 年长长辈 或是一个伟人 或一个什么像一个像 一尊什么像一样 她一直 我听她这样讲 我都觉得 天哪 如果是我妈 我可能快要窒息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躲在工作室 对 所以她躲在工作室 那个地方才可以让我 可以安静 才有办法呼吸 曲家瑞的话 让猫哥感到被同理 她想问问曲家瑞 该如何解决和太太工作 生活上几乎完全重叠的困扰 太太跟经纪人整个毁摇 几乎24小时都是 都是经纪人在待命的那种状况 那你觉得不好吗 应该很高兴 她为了你辞掉了那个原来的工作 如果你先换我 我会很凶 比她还要凶一千万倍吧 就是下班之后 就不想再讲上班的事情 就是我该休息 她唯一可以安静的时候就是 我们凌晨 凌晨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她凌晨在工作的时候 对 所以 就是她也很怕孩子吵 你去问我经纪人 她 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但是 你将将是24小时stand by 我们到凌晨三四点 我如果一个简经传给她 她是立刻会回的 我觉得你已经很幸运了 因为她只在你旁边 然后 她这么了解你 她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我有过公司 是一个经纪人 她可能带了很多人 所以她可能 不是每个案子都给你 因为可能我们对她好一点 撒娇一点 我塞一点红包给她 所以她案子明明是给你 她会给我或给别人 可是她现在专属于你 这个是你要珍惜的 外面的事情 曲家瑞当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时 因为家里不支持她学艺术 曾经度过一段惨淡的岁月 在她看来 猫哥目前工作室的环境和条件 已经很不错 你知道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工作室 大概就这么小一个 这么小一个 然后她一个很小一小的窗 然后很冷冷 那个房间是没有暖气的 然后家里也不给我钱 因为爸妈觉得说 天哪你还真的要做艺术家 你死了算了吧 你去吃屎吧 可是在那里的那五六七年 是我创作最澎湃最爆发的时候 因为我很惨很苦的时候 那像现在 好就算我住在家里 我跟我妈住 可是我晚上必须要先要 跟我姐姐讲话 跟我弟弟我弟妹 和她们新的新生的宝宝 要逗她们玩 逗完之后我妈跟我聊天 聊一天的事情 然后我还要再看完干位人生 你知道都不已经都不知道几点了 所以真正通常我可以进我工作室 创作或画画 或我静下来在电脑前面 也差不多跟你的时间一样 所以这真没有得抱有 我觉得你已经太信了 我刚刚进了她的朋友 阿兰的父亲过世后 阿兰一直自责自己因为在嫁 而没能陪在父母身旁 得知曲家瑞也曾经经历丧腹之痛 他忍不住向曲家瑞诉说 自己对父亲的歉救 其实他是有老人痴态症 然后又有被害妄想症 然后他就走走走走 被发现的时候是在西边 而且是在我们老家 他走的时候我其实 我有点恨毛哥 就是说 就是说为什么你当初 为什么你可以跟我讲 当初可以拒绝不要娶我 对 因为我爸就不会去支持他 但是你说如果他拒绝你 你又把这个主导权放在他身上 对不对 可是你一开始你跟我说 是你追着他的 千万不要把你爸爸的病痛 跟他的离开 还有这一切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这跟你没有关系 他活到最后他得了这个 老人痴呆 那是老人家 他就是会得 不要把这个放在自己身上 不要认为说是 你知道 你造成的 绝对不是喔 其实那过了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来讲 我会把它稍微就是想一想 就是说 我再苦我再累 其实我都是 就是我想做给我爸爸看 对 这个是好的啊 你不能把自己想成一个救世主 然后你要救他 要救你爸 然后身边所有离去的人 或不如意的人 都是因为你怎么样 你知道 我觉得不是 然后 然后 猫哥 成功与否 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他有他自己的人生 曲家瑞的一番话 讲到阿兰辛坎里 平日把自己武装得很好的阿兰 也跟曲家瑞倾诉 自己肩上的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我现在要做妈妈 要做媳妇 然后要做她的经纪员 还要做太太的角色 那只是说在这个医院 不管是在做医院或是什么 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没有说很顺遂 至少你用没有很顺遂 这个词来形容 对不对 有一个没 但是有一个有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不顺遂 对 因为其实现在 我觉得已经慢慢慢慢往上走 你要想阿 我们讲rock bottom 到了底 你到最底的时候 还能多底 没有了他就只会往上了 他只会越来越好 而且 你有你爸爸给你的那个动力 爸爸那个小烛光还在心里面 点在那边 聊起阿兰的爸爸 曲家瑞也想起自己最思念的爸爸 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到现在 我爸已经过世五年了 我都要去他遗仇面前 跪下来 跟他讲一点点话 我再回去工作 就说我跟总说 爸 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 晚上要去订 那个吃完晚餐 你祝福我好好的 把今天事情做好 我就说OK 就这样子 OK 我就想爸爸今天这样子 我就会走 所以你想你爸爸 我也想到我爸爸 那每个人跟父母之间 都有一种纠结 又爱又恨 是不是 你最恨的 结果你最后发现 你最像他 我跟你讲 你一定最像你那个老爸 OK 曲家瑞当年在美国念大学时 是明星学生 申请最终意的研究所 却落榜了 让他很难过 得知全英美考上研究所 他也以自己的经验 为全英打气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教书 我都跟大家说 我是哥伦比亚大学 长春腾的艺术的硕士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 我是耶鲁不要的学生 我就说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一定要埋心里到永远 永远绝对不能说 隔了十年后 那我常常去台湾很多地方演讲 突然一个人问说 曲老师 你这一生有没有遇过任何挫折 我说我就是有啊 他说那有什么 我就讲了一个讲两个 他说那还有什么 我就说还有最大 我讲给你们听啊 我说我从来没有讲过 因为我觉得我准备好了 所以十年后我第一次讲 结果越讲 我整场在某个大学的演讲庭 我大哭 我讲不出来 一直唾液唾液 后来发问的那个学生还道歉 还上来避问 我真的不是要触及你这么难过的事情 我只是说 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挫折 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然后我跨过去了 那当年我也可以不要念 我也可以出去看人生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 念书要连着念 我想说我可以先去外面工作 可能一年两年再回来 我觉得你出去工作很好 你说一年或两年 可是你要有个期限 因为你一旦工作之后 你就不会回头了 我会认为 学历还是重要 社会还是残酷的 而且当你在你的这个所里面 你做了研究之后 我相信你会看得更多 你还可以带领别人 不是吗 温馨的晚餐时光快速飞逝 在一旁静静聆听的莎莎 也把握最后的机会 请问许家瑞 关于与经纪人相处的问题 会有什么方法可以 让我跟经纪人的关系 可以更顺吗 其实我们还蛮顺的 可是我觉得我很怕以后会有问题 我告诉你哦 那些最大最知名的经纪人 可能都比阿兰还要pushy 然后他们有十寸不烂之时 可是他们尽责的程度 到你无法想象 你现在多大了 27 那很小 那你签多久了 你签给他 从去年那9月 那签几年 7年 你疯啦 你太长了 当然啦 7年以后你就34了 你三年一千就好了 你这样 陈老师你现在就怎样 你现在是来踩我的台吗 我跟一般的经纪人不太一样 其实我跟她的关系是 我走去哪里 只要谈什么事情 我都是带着旁边 我完全都很公开 所以你也有学习到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她真的很帅 对 没有 我只是光是辛苦 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好 不要听她三年一千 不行 没有 是因为你年轻 她觉得她有这个时间 她一定有把握 可以把你做起来 所以你现在要好享受 你跟她的蜜月期 因为很多经纪人都先签一个人说 我好好对你喔 结果不到一年后 又来另外一个人说 蛤 我不是独生女吗 怎么又来跟我管分 妈妈爸爸的爱 是啊 然后她的注意力 就不会那么多在你这里的 这场餐续聊得欲霸不能 曲家瑞还送给全云自己创作的抱枕和画作 并签名留念 为了答谢曲家瑞的立临与鼓励 全云最后还自弹自唱 为曲家瑞献唱几首歌曲 让曲家瑞大为惊艳 I wish I was special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天哪 她听得上回头皮发麻 你好厉害 不要人类学的不用了 不用去念了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你最擅长的 然后你最爱的 这样子 阿兰是一个任性很强的女生 我觉得她真的是我们台湾女性的骄傲 然后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 还能够以这么幽默的方式 看待这一切 当然讲到很多地方她会掉下眼泪 可是瞬间人泪又干了 她又知道要往前走 我觉得这是最棒最棒的 我们对爸爸的那一份情 是这么的深刻 那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相信我们对每一个人 不管是对工作上 我们一样都是有那份情 那一份热忱赞 老师给我的那个收获就是 没有什么在怕的嘛 做就对了 曲老师就是她有 看到我内心的一些事情 还有故事 当下听到曲老师这样子是 很感动 就是 其实已经比算了 有那个感觉 其实曲老师这样子给我很多鼓励 或者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些肯定这样子 一方面会觉得非常荣幸 另外一方面也觉得 某部分过去的自己有被鼓励到这样子 我今天就是会抱着那个 曲老师送我的抱枕 还有那个画柱 就是枕在我旁边然后这样子 应该也没办法睡吧 我觉得会非常开心这样子 你几岁 2岁 2岁 3岁 来自天堂的暖身 SASA SHOCO RIDE HERE WAITING WOW 拍得这么漂亮 都是她帮你安排的 对 你看 多强啊 所以你本来 根本不是这个领域的啊 我完全不是啊 那怎么会选这么快 我就帮人家接身跟开刀的啊 哈哈哈哈